真的有想要 真的有一天穿上来跑 只要有专科生穿学士服 就会被吵 所以我专科毕业的时候 是没有发过我的毕业招 毕业好像是成长的阶段性标志 以高中毕业为分界限 每每回顾中学和大学 我总会产生强烈的不真实感 高中未免不了要读的专科而一直消沉 一眨眼 上周在毕业典礼上 接受了教授的拨碎 这意味着 我终于取得了硕士学位 这是一个俗套不过的故事 经过专科三年 本科两年 研究生三年之后 八年前那个夏天的遗憾 也算是弥补了 而现在的一切 和八年前设想的生活 完全不一样 以前以为 在专科就没机会好好学习了 实际上 已经记不起多少次 在自习室里学习打卡 去参加比赛 却从零开始 原以为离开家上大学 很难才能建立友情 但还是收获了一大批相互帮助 激励前行的朋友 谢谢你 有你们的存在 所以我从来都 不会因此而烦恼 不管是喧闹街头 还是无聊的广场 在分享那些难以启齿的秘密 和无处宣泄的烦恼时 在对话中获得灵感 一点点释放彼此的心灵和思想 就算是莫名其妙的放声大笑 也是我觉得最自在的时刻 明年我毕业的时候 能够一出话吗 OK 没问题 今年世界也不能进来看我们 今天的话还是到了 虽然也有过被烦恼击溃的时刻 一个人躲在某个便利店里发呆 是我逃避焦虑的方式 但也学着用运动来缓解压力 最后意外收获 和外貌身材的和解 原以为思想和身体 会永远苟且于舒适区内 但好奇心会驱动自己 踏上一个又一个 独自探索的旅程 原以为永远都不会 挣脱自卑的困境 但真诚与自行 一定会吸引那些 同样善良且美好的人 来到我身边 我好喜欢 谢谢 谢谢你 我的荣幸 我的荣幸 地头剥碎的时候 有一瞬间的恍惚 八年前那次考试结束后 我为什么没有想过 其实一切都会不一样的 也许这种不真实感 是来源于潜意识 对自我的某种不认可 所以不相信今天是真实的 在这八年里 有许多因为迷茫 退缩 悲伤 挽懦 留下的空白 但更多的是 勇气 坚定 乐观 信念 所镇刻的痕迹 所以我要感谢自己 感谢自己画了一条 从未锻炼的虚线 并沿着这条线 坚定不移地向上攀登 那些空白并非没有意义 在那些空白处 我有更多审视自己的机会 并努力修正这些缺点 荒废学业带来的危害 绝不仅仅仅是考试的失败 就业的碰壁 更多的是 失去体验世界的乐趣 意识过剩和行动不足 带来的结果 是过度的自我关注 和脱离真实世界的虚幻 细对我来说 是有从无尽的精神来源 既然已经踏出自己的小径 我会感恩过去 也会好好活在当下 这次毕业 意味着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未来仍然是未知的 但我不再是八年前的颓势 此刻我宁愿选择盲目的乐观 也不要做遇到挫折就低头的软淡 更不会像悲观献及生命力 作为消极辩护的胆小鬼 怎么会没想到呢 从你决定和努力开始 因为生活的结果 从我选择努力的那一刻就决定了 所以也要谢谢自己 在最低谷的时候也没放弃 谢谢自己从零开始 把获得硕士学位 谢谢自己坚定目标 从没动摇 想到的事情就会立刻去做 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在未来 坚持学习 不被不堪 真诚地面对自己 面对生活 不说假话